废话不多说 直接切 这条色带肯定是进的 这条色带 它滴滴默默的 也不是那么明显 跌太多了 感觉 这个多少钱 5000 5000啊 这种料子你还要5000 5000块也不贵嘛 5000块的确不贵 但是这个料不是这个价嘛 那你能看到多少 2000吧 我还是想把它处理一下 加一点吧 2000确实有点低了 差不多了 我感觉也是差不多 2800吧 3000吗 3000我就骂 行吧 行吧 也不差这200块钱嘛 好吧 那谢谢 合作愉快 好 那我们 那我就先报庆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微信准给你 拜拜 为什么我会花3000块钱买这个料子 其实呢 我就是看中了它 这一条色带 它这条色带是棍村的 这是一块 木纳藏口的料子 从它的皮革上来看 它的这个沙裂还是 圆秤的 就是说外表看到的一些纹裂 还是有点多 但是它这种纹裂呢 有可能也不会进 这个我们到时候切出来才能知道 我们压灯看一下 压灯看 它的雾层 还是有的 水头也是有的 它这条色带上的色 是非常的洋的 我们航论有一句话说就是 宁堵一线 不堵一片 其实呢 以我对这个料子的 看法 它这条色带 肯定是进去的 但具体 里面能进度多少 或者是它能化开 有多少 这个我们还是要切开才知道 但色 它肯定是进的 如果它这条色带 里面的化开 非常好的话 能取一个淡面 那也是不得了的 取出的手镯 那也是价值不菲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块木纳 会不会出奇迹呢 现在就去切 这条色带肯定是进的 如果里面化开的话 一条手镯 那也是价值不菲的 废话不多说 直接切 我们留个 留个手桌位出来 机子上好了 机子一下 环境忘了 开切